这是去年樱花盛开的景象 只见沿岸步道上挤了不少来赏花的人 过年期间更是挤爆 戏指坑告坑西这几年来的花矿越来越好 抬头望去 富士衣 山樱花 桃红色 还有粉色花朵盛开 整眼鼻美 风景好漂亮 吸引好多民众边散步边赏花 而今年的樱花也一样令人期待 虽然樱花季27号才登场 不过已经有樱花抢着盛开 只见在靠近活动中心前的桥头 这株樱花几乎已经满开 吸引不少民众拍照 出太阳了 有樱花开了 今年我看 会跟三年前同样 三年前 天气都打瘦打瘦 后天 哇 下来 整月都开到延宵截 这株子 你有想知道 这株子都最先指标 然后铁杂差不多一家月开 后边人家都开了 要开到一直都让我发出来 真的 这株子都有指标性 这株子开了 今年每一株子都会比这个更昂 那我后面这一株啊 其实这几年哦 可能人家说年轻哦 血气荒钢 比较晃啊 而且其实也不是啦 因为它每天哦 因为到了花季要开的时候啊 其实它的阳光够 而且晚上啊 我上面有一个路灯啊 它几乎是24小时都没有在睡觉啊 那因为到了开花的时候啊 它最近这几年哦 都是比人家早开 啊 别的人再开了 它已经长月子了 已经櫻花果在结果了 康告坑西沿岸两三百株的櫻花 目前几乎都只是喊包待放 不过这一株却开的特别早 从去年底就开始有几朵花冒出来 这两天更是大开 提早快一个月 一株独秀特别吸睛 我们今年的櫻花祭是在1月27号会办理 那也欢迎大家来赏鹰 那陆续我们有一些那个夜灯的装置啊 还有河道啦 还有除草的部分啊 我们公所就会陆续进来整理啊 让环境哦 美好的一面哦 给来赏鹰的游客 可能是在路灯下 再加上气候 造成这株櫻花提早开 而立场也预估大概在两个礼拜 沿线的櫻花就会开个三五层 还有接下来吸道整理完成 也会开始安装夜灯 赏花不避远游 细子文化里的樱花就很有看头 加成慧玲 细子采访报道